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九号台风灿洪 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象山线东南 185公里的东海南面的海面上 中心最大风力有16级 预计灿洪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将会在今天下午在浙江三门到周山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强度可达到强台风级或者超强台风级 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的6点继续发布 暴风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浙江大浦上海江苏东南部 安徽东南部福建台湾等地有大雨或大暴雨 同时帮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各地正沿着一带全力应对 浙江境内的交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目前沿海铁路已经停运 各大航空公司取消了今天部分杭州萧山机场出发的航班 其中下航取消了全天进出港航班 舟山宁波的部分高速风道或限速预计到到今天12点前不会开通 截止到10号的22点 温州 台州 宁波 舟山等地共转移人数86.5万人 回在港避风船之室28,764艘 目前宁波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避灾安置场所共有1528个 可容纳受灾群众57.8万人 这些避灾安置场所已经是全部启用了 而针对台风灿洪的强烈来袭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在10号下午发布消息 上海已经要求迅速转移和撤离相关人员 各类群体性户外活动一律停止 在福建省正式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按照海上从远到近分批次分梯度分区域进行人员的转移 沿海渔船全部进港避风 武警官兵 著名部队已经在宁德等地提前预制兵力 随时做好抗台风强检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